欢迎收看股市赵妖镜 我是陈居然Jerry 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赵妖来现行 好了台北股市今天大涨了 那我相信就是说盘前你大概都会发现 媒体全面性的报道说 川普恢复的很快回到白宫了 那美国股市好像就因子大涨 那前面跌的时候 美国股市跌的时候川普得武汉肺炎 台北股市一直以来都是走自己的路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行情他是用答案告诉你 不要让你自己就是把那个面对行情的思维 一直困死在美国股市的表现跟川普身上了 记住你操作的是台北股市 你买的是什么台北股市的股票 好不好 所以不要一直拼命的去那个 把你的那个目光跟思维全部困死在美国股市了 那你是不是要那个美国股市跌台北股市又完蛋了 不要这样子 今天来讲的话我相信 那个你看到外资买超99亿 将近100亿 然后行情大涨155点 行情回到12700点 我相信 两个多礼那个一个多礼拜以前 一个多礼拜以前 因为9月25号 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行情距离现在的一个多礼拜而已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 短短这几个交易日 短短这几个交易日 但是行情的变化跟你所想的 不一样差很远 那与其你说 行情这里来讲的话 那个 9月25号在这里啊 距离现在今天的位置在这里啊 那你回头来看一下这前面来讲的话 五个 六个交易日而已啊 你在这里的时候在想什么 媒体告诉你那个时候外资那个 卖超台北股市超过7000亿啊 跌的时候跟你讲外资卖超台北股市超过7000亿啊 那手一直拼命在卖台积电啊 我告诉你什么 这边是什么 跌是断点 跌是断点 你如果在当时候不能够把握住来讲的话 你股票卖在那个地方 砍在那个地方 自杀在那个地方多可惜 我相信你有眼睛的朋友来讲的话 只要眼睛保持健康 没有问题 昨天跟今天中秋节过后 涨的是什么股票 设备族群 苹果概念股 今天 IC设计 这三大族群 就要是什么时候一直在提醒你 你在看生计股 风力发电 太阳能 塑化的时候我就告诉你 你一定要懂得去部署这些股票 你手中你一定要懂得提前去部署 所以我宁愿你在这一边的时候 行情在冲洗的过程当中来讲 我希望就是说 给你一个提醒 我告诉你那一些小 那个小个股 小主力的股票来讲的话 他不是整个大盘的控盘者 所用的那些主力的族群 你要懂得有哪一些的个股 哪一些的族群 他才是控盘者所用的族群 包含的行情到现在来讲的话 你如果 要去喊方向 看到跌 哇行情空头 看到涨你今天大涨了 是不是要喊要挑战这个 13000点了 又来了 这个教训9月份这一边 那个9月结算这一边一个跳空大涨 那个教训还不够吗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这一边来讲的话 行情很明显 我就把8月20号 这个长黑棒拉出来高点低点拉出来 现在不止都是一直的在这个 控盘的区间里面 这个布局的长黑的区间里面 所以做手的控盘有没有改变 没有 有没有因为中秋节而那个决定一个方向出来 没有 有没有因为美国股市 涨货跌而决定一个方向 没有 有没有因为美国川普 得武汉肺炎然后什么庆祝 这是叫庆祝吗 还是武汉肺炎他又 那个病情恶化要往下掉吗 你的思维 很重要 懂得去过滤那些杂讯 很重要 至于台北股市而言 人家控的就是8月20号这个长黑 8月20号距离现在多久 一个 一个多月了 那我相信你有看我的那个 盘后的资讯来讲我会告诉你就是这个区间7月6号的布局的这个区间 12000 到什么 12200点 这个区间拉过来 行情下来打到这个区间就出现反击力道 就这么简单 做手控盘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没有并没有说跌破哪个位置下看哪边 跌破哪个位置空头走势 没有 我希望这里来讲我绝对不是在耶语你或在批评任何的技术分析方式 绝对都不是我只要告诉你 行情你在这个位置 不管在什么地方涨或跌 你要懂得去反思自己 反求诸己你才有办法在股市里面有所成长 否则你前面以前判断错误 看错行情 跟做手控盘 看的方向相反 人家没有要做趋势你拼命在喊趋势 前面犯了错误你现在没有敢 你没有去反思自己 后面再来一次的时候你还是一样 最好是控盘16世的学院来讲 我早就跟他们来谈说 这边的控盘手法跟哪一年哪一个月份 哪一个年度 哪一个位置 几乎是一模一样 你如果懂得去回顾行情 你就知道现在的行情为什么是这么个走法 我相信你在那个9月底这一边 行情在这一边下跌的过程来讲的话 我就已经告诉你 当时候这一段的行情 在哪一个年度 中秋节前后也是一样 我相信有去看的人 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行情会这么个走法 跟川普没有关系 跟美国股市没有关系 跟做手控盘 针对台北股市的那个 手法习惯有关系而已 好不好所以这边来讲你回头下去看 这个是碟式断点 你有收看我的节目长期锁定我YouTube频道的朋友来讲 我经常三不五时分享这种 反指标的那种新闻的那个判读方式 反指标的市场氛围我告诉你怎么解读 这个 碟式断点 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到了吧 9月25号 当天的盘是跌式断点 你如果因为这个 这样一个标题出来 当天乱卖股票 把你的持股 卖掉 你现在回头来看 很多都是已经涨回到原本的地方了 设备族群你自己去看 好不好我这边都不用多谈了 你知道我节目上 当天晚上的节目画面 我还是按照那个惯例 因为那天连续第五天大跌 连续第五天下跌 股惠双杀的标题都出来了 我当然一定要跟你强调这个东西 不是空头走势 外资卖超不是追杀 行情这边根本没有什么多方棄手 没有 坐手控盘从来都没有你想的那一些 跟美国股市没有关联 跟川普也没有关联 所以我这样 告诉大家说你只要 第一个 判断能力思考能力 完完全全 从控盘者的角度 大家 手中的资金 你的家产赚一辈子 有没有外资多 有没有官方作手多 有没有政府护盘 政府基金那些人还多 没有嘛 那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发明的一个方向 喊一个方向会决定台北股市 自己有什么能力可以划线给大盘走 一定是他们的资金有办法决定台北股市趋势方向的人 才能够影响 他们真的划线给大盘走 大盘才会那个走法 不是你跟我 我相信这一边来者 这个道理你早有点想通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在股市里面去假扮高手 我相信我每一天录的那个特别录制 针对 大盘的暗示来解读 资金做所控盘意图的 不公开影片 我的首播都在lite 你只要在我Telegram 这一个QR Code扫描进去来讲 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上个礼拜 针对大盘暗示解读作手控盘意图 我告诉你什么 上上个礼拜 上个月我告诉你什么 我一直都强调8月10号那个布局长黑 可是很多人看不懂 拼命拿着 看到涨 行情要反弹 要工钱高了 9月结算日 记不记得 行情连续跌下来了 空头格局 这边要破1万2要破1万 随便喊下看10年线也有 夸张 这是市场生态 但是我希望你锁定我的节目 我告诉你 市场生态 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 你唯一能做的 是让你自己可以做到怎么样 尊重做手控盘 看得懂做手控盘 然后去过滤掉 市场上面很多很多 糊弄的杂讯 好不好 那我相信就是说从明天开始 你想要 锁定我每一天针对 资金做手控盘意图的 影片来讲的话 你可以在Lite这一边 扫描QR Code加入 然后后面来讲的话 每一天的盘后 下午的时间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 第一时间来讲的话 看到那一段的首播影片 好 一样的 全数都是这样一个态度 有看到才确认 没看到不发明 因为就要是知道 如何去尊重做手的布局 我看得懂 所以我告诉你 当我没有看到他的空头意图 趋势翻空 我不发明 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很多人连基本态度都没有 好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这一边来讲的话 一直告诉大家 你现在回头来看 今天尤其你下去看来讲的话 你都一定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叫什么 台积电 行情在9月底的时候 连续沙盘的时候来讲的话 外资卖的是台积电 我说大盘的重要性就是说 你当你知道 外资做手的意图的时候 他卖 但是不好意思 没有空头意图 没有沙多意图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台积电这么一档 重要的全职股来讲的话 外资卖他 是不是要让他变空头走势 是不是要让台积电的格局变空头 不是 所以你现在过个中秋节回头来看 外资是不是开始买他 这样的模式 这样一个思考的逻辑就好像 联发科 我相信啦 那个时候你讲的话 华为的禁令 华为追杀的禁令在这个时期 发酵 我当时在节目上怎么告诉你的 当你看得懂 做手控盘的意图来讲的话 针对华为事件 华为的禁令来讲的话 大盘从来都没有因为华为出现 利空测试盘态 所以我告诉你 我在节目上直接告诉你 控盘者外资 根本没有将华为事件当做是实质利空 当时我也告诉你 这一档的联发科指标股来讲 根本不是空头格局的股票 当 联发科不是空头格局的股票 你当时第一时间就可以判断 过滤掉那个什么大利空 那一直在喊一直在喊 华为事件利空什么样子的 你自然就可以过滤掉了 你当时你可以分清楚 联发科到底你回头来看嘛 经过多久的时间一个多月嘛 他是整理格局还是空头股票 很清楚 只要你眼睛没有问题 你都会知道这个叫整理格局 不是空头股票 喊空头的 他是什么 在8月份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他看不懂 拿着新闻在解读 拿着新闻所 所给的那些讯息话题 套进股票里面的 有没有尊重坐手控盘 没有 自己在发明 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我就聊过啦 那既然 华为的指标股 那包含了当然 除了那个联发科之外 这一档的利基 4968的利基 一样嘛 是不是空头格局 不是嘛 如果空头格局现在怎么会在这里 对嘛 这是不是要整理格局 对嘛很明白嘛 所以经过一个多月之后 你回头下去看 行情的结果 股票的格局是不是给你答案了 那你心里要思考的是什么 你 到底 有没有能力 再来一次 再来一个话题 再来一个 讯息给你的时候 当下 那两股票你能不能分辨 当下大盘打开 他被股市大盘日线图打开 你能不能去分辨 就说大盘会不会因为那样的 消息 股票双杀 你才具体多久而已 现在你还股票双杀吗 敢不敢 我相信 这里来讲的话 我给大家的 重要的是什么 观念的传达 回到我身上 我觉得不是在 节目上批评 或者是想要去揶揄大家 而是说我希望就是说 在这里来讲的话 唯一只有你愿意 来 好好去思考 我为什么9月份 要告诉你 这样一个观念 股市的生态 永远被坑杀的都是一般的投资人 一般的投资人他永远没有判读 资讯的能力 永远没有过滤资讯能力 所以他永远都会变成什么 股市作手坑杀的对象 永远没有判读资讯能力的一般投资人 他会装高手 自作聪明 所以他会拿一个资讯 一个点 一个迹象 一个价位 一个点位 一个价格 突破 跌破 就是喊方向喊趋势 结果怎么样 回头一看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过后 回头一看 原地踏步 这种行情来讲的话 他就是会让你 你如果懂得去 好好的去观察这个股市的生态 好好的去观察 反思自己来讲 你就会知道 所谓的专业投资人 跟一般投资人之间的差别 所谓专业投资人跟一般散户的差别 一般散户 一般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他永永远远的以为 我把每一天来讲的话 看好多讯息 看好多书 我好专业 我有做功课 不是 现在资讯爆炸 你必须让你自己去 进阶层专业 有判断能力的投资人 你的专业来自于你能不能过滤市场那么多的资讯那么多的新闻话题 当你有办法 有那个能力去过滤来讲的话 你才有办法 就是说未来也许你现在是 一桶的小资金 慢慢经过时间的累积 你知道你怎么去分辨 你不会乱砍股票 你知道那个跌势断点 是应该太弱换强的时机 应该是你的买点 而不是乱砍股票 空股票的时机 你自然怎么样 你慢慢的时间的累积 就有机会 增加你的财富 真实的 到达 专业操盘手 他的一个最基础的资金水位 300万 我一直聊到 三五百万来讲的话 对股市的操作来讲的话 他只是一个 最 身为一个 你就专职操盘手来讲的话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资金的门槛 当然我不是告诉你 不要工作 完完全全操作股票 就好 不是 而是我要告诉大家说 市场生态 就是这样一个格局 你没有好好去思考过或者这生态是怎么样 来做一个 变动的这个架构是什么 这个结构是什么来讲的话 你永远看不懂 你永远只是就是说在股市里面看到很多资讯盲目去追寻 股票的名牌哪边可以买 价位在什么地方 买点卖点在什么地方 可是当你知道买点卖点那又如何 你不晓得那一档股票的格局是什么 当 那一档股票的格局只是在整理 你却把你自己的持股 砍在半路上了 当你砍完之后发现 哇低点 后面来讲的话 真的到那个价格 没用 你总是要回 早知道 很多都是这样的习惯 回到我身上 我相信 那一个 今天来讲的话 很多的股票 我相信你都不用多谈 那那个生计股来讲的话 我的节目的风格 我早就讲很多 很久了 那个就不用多谈 我已经谈到过了 那这里来讲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启示 当你 懂得去辨认股票格局来讲的话 昨天的几档弱势股 今天的表现跟昨天差很远 唯一觉得是你在当下第一时间 就好像当时候来讲的话 华为禁令出来我告诉你 联发科 立基那个根本不是空投格局的股票 他不会因为那件事情变空投 你唯一只有那种过滤的能力来讲的话 你才会像这种创为 昨天来讲的话算是弱势股 应该说 应该说前面这一边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他是弱势股 但你回头来看 现在你会觉得他是弱势股吗 创为今天的表现来讲的话 算是市场里面来讲的话 4.5%的一个涨幅 那当然还有 另外一档 元金 也是一样 你如果懂得去分辨股票的格局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元金今天创新高嘛 对不对 昨天来讲的话有没有表现 前面前面这一个礼拜来讲有没有表现 没有 可是你如果只是盲目去追寻 价位或涨跌来讲的话 不懂得股票格局来讲的话 请问你你是会追他 还是在这一个 整理的格局的时候你去部署他 很重要 我刚刚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说 当你知道这样的道理的时候来讲的话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就是说 行情在这里 你应该怎么去判断 我现在 昨天我已经特别谈到 你把你所有持股 摊开日线图摊开 第一个9月25号 这边是买点还是卖点 8月20号 这边是买点还是卖点 这个是跌势断点盘 大盘的跌势断点 你如果看到那种大盘 是不是就很重要 这边是买点还是卖点 这一档是2345的字邦 你看一下字邦今天来讲的话 昨天是一根长黑棒 你如果不懂了 那一个 股票的格局来讲的话 你昨天敢不敢买 不敢 那难道你今天用追的吗 我只是拿这一档 当做一个案例而已 我已经讲过了这一档股票 9月份早就应该是一个 下车的时机 你不要再买它了 我只是把这一档字邦 拿来当做一个案例教学而已 包含了什么 我们今天来讲的话都已经知道 9月营收创新高嘛 对不对 9月营收创新高 我先引力一个 2458的易龙店来讲 易龙店 2458易龙店 今天来讲大家都知道 9月营收创新高嘛 历史新高嘛 跌势断点盘 这是买点的卖点 8月20号 这个布局长黑棒 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如果追在红棒 追在长红棒 你一定会自杀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会自杀在这个整理的过程 你如果看不懂股票的格局来讲的话 你一定砍在这里 砍在这里 然后等不到它9月营收创新高出来 这档股票来讲我告诉大家 9月营收创新高 我这跟大家来聊 你现在看到营收创新高的股票来讲 我在这节目上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第一个 后面还有表现的它的条件是什么 一条的季线它是上扬的 当你看到9月营收创新高 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挑 买 看那个什么季线是不是上扬 另外来讲的话 9月营收创新高的 还有什么 郁泰 6679 好 这个也是IC设计的股票 我相信你今天来讲的话随便看 IC设计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有表现 那那个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这种族群来讲 我们讲多久了 8月20号在这里 跌势断点盘 9月25号在这里 请问一下这两个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如果不晓得去分辨一档股票的格局来讲的话 你一定看到大盘大跌 因为这一天8月20号这一天大盘盘中跌600多点 那那个9月25号大盘跌式断点那一天 他已经连跌第5天了 而且是跳空破大盘季线 可是这两天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如果不晓得去分辨一档股票的格局 如果看不懂大盘 你绝对在当天不敢买股票 你如果看得懂大盘 我已经讲过了 回到我身上 我已经谈到一个关联了 第一个我前面就已经跟大家聊到了 你看得懂大盘 看得懂做手控盘意图 我跟他聊到什么 你不会将股票砍在断点盘 因为你是专业投资人 你跟一般 散户投资人不一样 你有过滤市场资讯的能力 你不会让你的思维困死在那个表面的涨跌 所以怎么样 你不会有这些坏习惯 你不会看到媒体那外资卖超7000多亿 可怜啦 行情还跌给你看 结果全部砍在低点 反而是什么 跌是断点盘 那个是你什么 买股票 太弱换强的时机 所以 回头来看 9月25号 你如果有什么 你如果有部署 半导体 设备族群 苹果概念股 或者是IC设计族群 中秋节过后这一边 你心情是轻松的 包含了什么 光电族群 都是在 碟式断点当天 9月25号那一天 你应该要出手的 回到我身上 光电族群来讲 我相信 这里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档股票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为你看我的节目 我都已经告诉你 我的会员来讲的话 这档股票来讲 它有目标价 光雷 跌是断点 大盘跌是断点在这一边 请问一下这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如果在这一边 知道这个叫大盘的跌是断点盘 应该是你太弱换墙的时机 请问一下这几天你是不是很轻松 这样也20% 你如果买在这里 行情在这一边洗在那边震 你会不会害怕 不会因为我还有目标价给你 他目标价还没到 股票的格局 没有因为大盘跌 因为大盘跌你看得懂 他不是空头的跌 他是在洗筹码的跌 你知道他只是在洗筹码 你知道大盘在洗筹码 你自然就是大盘 你知道大盘这一段在洗筹码 这个叫跌式断点 他一直都在这个8月20号的区间里面 跌下来后面有机会是维持在这个布局里面 所以怎么样 你会不会敢买股票 当然会呀 你如果看得懂会不会敢买 当然会呀 我的新会员是不是 但是这一段时间来讲 我带你买的是什么 IC设计 设备族群 苹果概念股 就三个 我7月份就已经提醒你了 我7月份在节目上讲了 我就讲这三档 这三个族群 我一直提醒你 因为那时候大家市场上面都谈什么 太阳能 风力发电 后面来讲会有硕化 散装航运 钢铁什么的 但我只是在提醒你 光电族群来讲的话这一档 我的持股我早就已经公开了 他目标价还没到 看得懂股票格局 你只要去掌握住大盘只要不是空头 该买的时候 太多幻想的时候 你自然敢做 我现在你今天来讲看到一档股票涨停板 这档股票来讲是光电族群一拳 2486一拳 今天来讲的话一定会有人告诉你 我有一拳 然后在节目上表演 跳空大涨 涨停板 对不对 你是 看到跳空开出来追的 还是 那个开高这样追进去的 还是那一个在这里部署的 在这里买的 还是在这里买的 买股票是要买在这里会赢 买在这里才会赢 你如果是买在长红棒买在这个长红棒隔天 震荡的话你会不会怕 隔天打下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怕 当你不晓得去分辨那档股票在做什么的时候你绝对会自杀 你绝对那一个 后面来讲涨上去你就是砍在低点让自己死在地盘上面 很多人没有观念 没有态度 他看表面的涨跌 即使 投顾老师给他的抠讯是对的 这边可以买 他也抱不住 自己死在半路上 后面来讲的话 人家获利了解了 我相信昨天来讲的话我告诉大家 昨天跟你讲 昨天原钢涨停板 2417原钢涨停板 一定有人告诉 跳空那个什么大肠红磅 红磅那个涨停板 对不对 好啊你昨天买你今天有没有涨 震荡了你会不会怕 对啊前面这边有个大肠黑 这边有麦压出来 后面打下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活在我身上 我告诉他什么 唯一只有你 真实具备了 面对行情判断行情的能力 知道这档股票在做什么 老师为什么带你买 在这里买 抱住他 千万不要被洗出去 你唯一有这样的观念来讲的话 你才能够真实的在股市里面 在整理的格局 在上涨的过程来讲的话 大盘不管什么格局 只要你手中有持股 就自然而然会怎么样 神态自若 淡定的 去知道说这档股票在做什么 不会随随便便的因为涨跌去惧怕 不会因为下跌美国股市发生什么事情 我相信你有持股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在中秋节期间 你看到美国股市大跌 你看到川普确诊 你怕死了 你说信号我卖股票了 结果 这个礼拜 开盘完 你一定笑不出来 因为你卖在中秋节前面是低点 你卖在9月底那是低点 很多人都砍死 这自杀在9月24号 9月25号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对于 一般 似懂非懂 半铜水的投资人来讲 看到 大盘 跳空破季线 大藏黑棒 空头格局 一定那一天你有持股的 似懂非懂的人 一定会自杀在那两天 你自杀在那两天的你 中秋节过后 现在都是完全全站在那两 那两天上面 上面 大盘日线图 大部分看不懂盘的 不晓得股票形态的 没有观念的投资人 一般的投资人 非专业投资人 没有判断能力投资人 他一定会把股票砍在这两天 因为怎么样 这两天是跳空破季线 偏偏怎么样 你如果看得懂来讲的话 这个跳空缺口 我已经讲不重要 后面会回田 这一天来讲我跟你说 跌势断点盘 你如果掌握住这两天是你怎么样 泰若换墙的时机 好 你没有资金了 老师我没有资金可以泰若换墙了 你在这两天你也不要乱砍股票 不然你今天来讲的话回头来看 悔恨 因为今天收盘的位置居然在这两天上方 所以你把股票杀在这两边 甚至就是说你那个 操作齐全的空债 这两天来讲的话都输家 活到我身上 所以我一直聊到就是说 这边绝对不是在揶揄大家 而是说我告诉大家说 这里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一个观念 因为他是一个照妖镜给你的 行情是一个一面的照妖镜 这一段的行情虽然大盘是原地踏步的 但是他绝对是一面非常好的照妖镜 为什么他可以让你看出 看得出来 来 你到底是 一般专业的投资人 还是真实具有专业判断能力的投资人 所以就好是在9月份一直告诉大家什么 我 培养一个计划 我希望说这里来讲的话 股市一个照妖镜给你看到自己缺少了什么 操作股票你缺少了什么观念 你如果知道有一个养成的计划我提供给你 三个月半年一年的时间你自己决定 但是这一段期间来讲的话 我不只会带你操作股票 我甚至每一个礼拜 一段的影片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操作这样的股票 甚至这样的股票来讲的话 短线中线长线来讲的话 你要怎么去持有他 甚至你知道大盘的判断来讲的话 没有空头条件来讲的话 你自然而然会怎么 你有资金你会知道这段股票 中线长线还有机会 那我一个什么加码时机 就是什么 跌势断点盘 这是一个养成计划 我在这个时机推出来 我相信你聪明的朋友来讲 后面会说 为什么教老师告诉我 那个9月份 不像其他的头裤节目一样 在这边来来告诉你 喷出喷出再喷出 涨停涨停再涨停 没有 我反而告诉你什么 这段时间来讲的话 它是个造妖季 这几天不就是 这三个族群吗 我讲多久 我希望大家 你在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不要再盲目的 去追寻那个涨停板跟名牌 想一下你如果 可以进阶层 专业的投资人 看得懂行情 那我带你买股票 你自然而然会怎么样 抱得住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 为什么在这里来讲 然后我告诉你 我们看好它 你甚至有资金来讲 你懂得 这个这段时间来讲 行情在这个地方 反而是加码点 你会问我老师 我可不可以加码它 而不是我老师这边来讲 好危险 要不要卖掉 先卖掉好了啦 先留有资金啦 可是回头来看 你自己砍了 多可惜啊 我希望这样的行情 短短的 不到10天 短短不到10天 它是一面的照耀镜 我希望 大家好好的 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好好去思考一下 股市里面 唯一只有什么 有判断能力 过滤资讯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才能长期的累积财富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就好说的苦心 祝福大家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